前月纵鸣四起 学生拉起提琴 有模有样 这是桃园复兴 接受国小的亮点社团之一 然而原定二月 校方规划举办系列东令营 却因为桃园市日前爆出 本土确诊个案 让市府宣布 二十五号起 学校韩府志工服务 跟社团营队必须全面停止 原来我们寒假的行程 在一开始的规划是在 一月跟二月都有营队 最重要是学校内 玄乐团营队 跟合唱团营队 还有我们的篮球队 以及我们的传统射箭队 这四个都是学校的亮点 一定要全面取消的时候 其实对校长来讲 是松了一口气 由于国内正处于防疫非常时期 校方不敢大意 包括复兴区后山的巴伦国校 目前已经盘点未来 因应线上教学资源可行性 比较困难的是说 有些家庭的收讯 像卡拉 或者是像从巴林部分地区 还有一些神目录的部分 就是说这些盘点 我们这样算一算 大概六个小朋友 所以要先克服网路顺畅的问题 同样受到影响的 还有国内少棒比赛 在长盛军桃源龟山国校 原本二月初要参加高雄市 立得杯全国少棒锦标赛 如今因应防疫 主办单位也宣布延后办理 寒假期间许多活动接踵而来 但碰上防疫关键期 从中央到地方移置定调 取消大勤集会活动 就是希望避免疫情扩散 原事新闻 今天我们不来瑞昂 桃源复兴归山采访报道 好